政府對詐騙的態度一向採取連容忍 打擊詐騙一直是我們最關切的立體之一 明信長主席賴慶德最後一次以準總統身份 主持中常會 不過520就職前 中國再出招宣布將制裁 王毅川 李正浩 劉寶傑 黃世聰 于北辰 五位名嘴于家屬 指控他們散播假訊息 傷害兩岸同胞感情 我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他不對我制裁 因為如果敵人的肯定 對我來講就是畢生的侮辱 所以我不去中國不是今天為止 對於中國可能的入境管制 退役受將於北辰不當回事 李正浩則反酸自己能在520前 獲得光榮制裁 沒施壓沒特權 反規好兄弟王毅川 對兩岸沒啥貢獻 憑什麼被制裁 被中國走走 結果今天就把我制裁 被中國制裁會發生什麼事 我最近還在Google 我不知道被制裁 是在台灣走路會被看破地 中國首次把手伸向台灣民間名嘴 若祭出金融管制 身為財經專家的黃世聰 是否擔心資產被凍結 不擔心 因為我在中國沒有任何資產 所以我一天天不擔心 不是我們台灣人認知的 言論自由的範圍之內 被裂黑名單的不痛不癢 那沒上榜的 下次我會更加的努力 讓大家失望了 直呼可惜無法獲得 中國頒發的民主榮譽尋章